那至于句德呢 句德者 则如今中 第九品 第九品中 如实安住居足到你 第九品是 圆满成就的 经文的图 有如实安住居足到你 那么这些 谁去布置的 谁去设计的 就诸如说 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 也没有人去 做这些工作 完全是自然的 这个境界 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是 在经上服侍了一句话 自信 发而如实 这是信的 圆满的信心 绝对不是人认为的 极乐世界有 我们这个世界也有 就在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很奇妙啊 那父母身下来 出生的时候 你看外面 眼儿鼻涉涉涉 里面五脏六腑 什么人设计的 什么人制造的 这就在眼前 这就在眼前 眼前这个问题 你怎么不怀疑呢 你怎么去怀疑 极乐世界呢 眼前这个事情 你看 确实不可思议 我们也可以用 佛的一句话 自信发而如实 没有人设计 自然就是这样 极乐世界如实 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 那里头没有设计工程寺 也没有装潢这些技术领域 没有啊 哪一步伸手 再高明的设计师的时候 也设计不出来 这些奇妙的事情 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明心见心就知道了 豁然大悟 那怎样才能明心见心呢 在经上讲的很多 放下妄想分辟之处 你就见到真相 变法界虚空界的真相 于是大悟 见到 见到 驻法设相 就是大财道 就是 明心皆许 我们在这个世界 业障太重 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在这个世界修行 要想达到这个境界 不可能 没那么长的寿命 所以佛教我们换个地方 用现在的话说 以您啊 我们以您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需要条件 是德行 是德行 不需要带财产去 你生活所需的一样都不需要带 那个地方 远远漫漫 需要条件就是 幸运行 你真相信 真想去 真肯念佛 只要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就是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联络的信号 你只要念念不断 这信号就通了 就接上去了 真接上去 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没有时间限制 得要信得过才行 没有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